记者吴婉听纵和报道,好莱坞影新剧石墙森演出过不少卖作动作片,勇猛硬汉形象深植人心,但他近来维芯片毁灭大作战上节目宣传时,自暴曾受忧郁症之苦,这一切起因于15岁时,他亲眼目睹妈妈企图自杀,内心留下痛苦阴影之后又因受伤,无法如愿当职业美士族球员,多重打击让他陷入低潮。 据石墙森透露,当时妈妈被赶出原本居住的公寓,几个月后萌生自杀念头,某次妈妈在周际公路上突然停车直朝高速行驶的车流走去,他当时吓得赶紧把妈妈拉回路间,才没发生憾事,他坦言为此陷入犹豫,我曾经好伤痛,好难过,有段时间什么也不想做,只是经常流泪,但表示现在已经走出低潮。 妈妈在那次事件后,也不再有自杀念头,判以自身经历鼓励忧患者勇敢面对,自由电子报关心您,自杀不能解决问题,勇敢求救并非弱者,社会处处有温暖,一定能度过难关。 巨石强生自暴曾受忧郁症所苦,翻设自IG 第二次事件后,会拍摆机 145 2013 2014 2014